因為有機媒體不斷的在報導 不斷的在報導 然後你以為說 哇 現在台灣有機蓬勃 是沒有錯 當然是一直往上走 可是他跟所有的農單品來比 他真的是很少數 然後我們在講那些傳統的菜單 包括剛才講的農會 那種種的湯 他一收 你現在整個台北市 整個城市在吃的全部都還是 還是一樣是外星農法 那少數人 當然你用訂的又鎖的 又貨在那邊給你之後拿兩包水有機的 那個東西比率其實還是不高 那不是台灣 包括日本也一樣 就是說你要整個去翻改 翻轉這個所謂這種產品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路還蠻長的 不好意思 我是想說補充一個 讓大家覺得比較有希望的那種招展 其實我覺得問題是出在消費者 因為像那個剛老師提到的是台風前 為什麼大家要去搶 因為這些媽媽都要去搶菜啊 對啊 那你幾天沒有吃葉菜不會死啊 啊以後這種菜我就不要出門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個在講這個農村的例子 事實上農村的資訊沒有理想像的那麼差 當然是有一些城鄉差距 那像那個去年有去參加 他是上下流他們去承辦的一個農人寫作 他就是鼓勵那個農夫 他們自己去寫作 去講他們農地的故事 那我也是因為這樣才去認識那個宜蘭 有一個阿花田庄 後來那個名字是我們剛剛幫他取的 因為宜蘭已經有一個花田座 所以就把他取名叫阿花田庄 那宜蘭是一個比較幸運的地方 因為他們整個在很多年前才寫回這些無敵的東西 行建村更好 他們是整個村有組織的出來去推有機 所以是他們去跟這個阿花田庄台怎麼走有機 那那個行建村他們就有建立合作社 這個合作社就是全部那個田的那個 那個種好的米可以交給這個合作社買 那去年他們也是為了這樣增加社會有的 土岳宜蘭的米一年只有一收 其他地方可能兩收或幾收 然後他就是幫忙賣 當然會給他一些批評 然後呢 因為我們去年認識這個阿花田庄的那個大姐 然後我們就去他那邊 他有一個政大業BA的 那個去幫他算成本 結果整個算下來 其實有機政府也有做事 他會提供錢讓我們去做認證 可是是每年要認證一次是算賤的 所以整個行建村他們如果是算一個組織 留合作社提出那算一件 但是阿花田庄現在獨立了 他那個五分地也是一件 不知道幾萬塊 但是政府會有些補助 但他每年就要去看 哪裡有補助他就去申請補助 所以他賣出來的米 幾乎跟我們那個自家是一樣的 然後我是一直四十幾乎 去到他們家吃那個飯 跟他們說飯再吃 因為最近就爆啊 你看那些我們買的包裝米 天啊 我以為長鮮米什麼米 結果都騙我了 所以其實如果有意的話 你們上網去找 因為其實很多農村 他們現在就是有這些農夫市集 還有是直接跟農夫買 還有上下游的一些 我覺得比農夫市集上還沒管 所以 所以這就是 有時候 我比較喜歡到 鄉村去商業 我說的就是在畫 因為你像大安社 其實大家都坐在故事裡面 不管說 資訊的掌握能力 甚至於說使用資訊能力 其實都很強 那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是說 因為大家都本身都是比較是在 公司上班 那不是說你學了沒有用 而是說你大概 就是說 你生活周遭的東西 大概就是比較是 城市的環境 那我很喜歡到鄉村 就像上次那個課一樣 我真的很喜歡去 教農村的那些人 其實就是這個課的意義之類的 你不用當記者 然後你自己要會 發訊息 收訊息 然後 甚至於到後面 像之前那個有一個課 我那個也是那個 就是那個課 就是那種上課 就是我希望能教到 他們自己都可以在網上做廣告 你都可以進行這30秒短篇 我會注意各種的講 你為什麼一定都 你懂得意思嗎 看著別人做廣告 然後你起一個半死 現在包括攝影器材 包括我們你看 像那個好奇寶 現在都敢用那個手機在拍 對 我跟你講現在東西太方便了 其實你只要懂得一些小技巧 你就有一個很基本的傳播能力 所以我蠻喜歡是說能到這些地區來 那 好 我也期待是說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不一定說你有農地可以報到 可是當你學 有一些觀念你是通的 其實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故鄉 或者跟認識農村的朋友 我覺得這些方法跟這些觀念 可以跟他們講 我覺得就是所有的城鄉的差距才不會這麼大 我老婆我講會講不完 好 這土石流的部分 這小林村 這民族村 這整個沖 反正這大概都是在那個 好不是在那個 八八的時候整個山裡面沖出來的那個飄海 然後在整個台東海岸就鋪滿了這些 然後氣候變成的影響 那大概就是一個是 爆台 現在你看你注意看 現在台風很快 現在台風是一下子就行程 然後忙就來 以前 以前基本上台風都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行程之後 好像還要走個遠一半 然後每天這樣進 好像 你看現在台風有時候 今天才行程 然後明天就發佈入境 那 這個裡面一直到啊 我們因為氣候這是一個大環境系統 第九大環境系統 極克力現在一直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 因為現在如果算台風的 的那個所謂的 的那個叫什麼 數量 其實它並沒有說真的增加很多 但是規模 跟它的進程時間 跟靠近地已經太急了 而且你看 現在幾乎每個台風 你看最近這幾個台風 都被形成什麼地表最強大的台風 那個它的規模已經越來越大了 然後有科學家一直懷疑是 因為 那個地球生雲的關係 那個 那個海 就是整個海洋是太熱的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造成一個 一個氣旋 或者一個那個整個就上來 然後就來 然後還有一個皺 現在下雨很麻煩 就為什麼說最近這一些都市的淹水 會這麼重嗎 因為現在以前的雲 以前的雲真的是一片 所以一片就是說一整個區域 然後 人家說會流到最佳的 就是 我從海水 這些暴 這些雲 它會出來就是因為海面的蒸氣上來 被凝結成一個大的 大的所謂的這種暴雲 或什麼 然後隨著這個氣旋的風 然後往路頂卷 吸多少水上來 它就會降 大概降下多少水 雨下到陸地上來 那在這個降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想一件事 如果我吸了這麼多水 它面積很大的話 它是不是很平均的下 其實大概 每個地方可以收到就是什麼 比如說什麼 50厘米啊 60厘米 100厘米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很麻煩的是 那個你去看 它都是一團 然後就在一個地方 那真的有時候我們都笑說 跟卡通一樣嘛 就集中就在你板橋上面就平平下 然後以下就是400公里500公里 所以那個雨量大到真的是 那個城市的排水系統是受不了的 那就是淹水 所以就整個環境的問題 其實 就造成整個現在整個氣候的問題 對於整個人的 就整個都市來講 或整個居住環境 是很大的壓力在上面 這是一個 然後連帶肉獎 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那個 那個糧食的影響 因為你這樣氣候灘一直啊 其實雨還不恐怖 其實最恐怖的是那些 所謂的乾旱 缺水 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乾旱 因為暴雨 連帶讓生物系統受害 對 今天並不是說直接 骨子曬死了 然後 什麼菜泡死了 然後這就是所謂的農業障礙 其實最恐怖的農業障礙是什麼 過度乾旱 或等等蜜蜂消失了 然後什麼樣的黴菌 什麼樣的細菌不見 你永遠你現在搞不清楚 這樣這些東西 當這些東西在整個生物鏈 整個這個很微妙這一環裡面 中間的哪些東西掃掉之後 以後這些錯誤 會有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你看雲林那邊的果樹 我真的去拍攝農民 真的靠國營嗎 以前傳授花粉 要靠蜜蜂 然後像他那個 一些果樹要到那個 所謂的授粉期的時候 他們歡迎那個養蜂的來 來這邊 來這邊養蜂 為什麼 因為蜜蜂除了可以採用之外 其他這樣沾沾沾 他就等於再幫那些 果樹授粉 可是像蜜蜂這裡已經少到 當然不是每個農民都要靠那個 都有那個蜂蜂來幫他 幫他放蜂舞響 他還是要靠自然裡面的蜂蜜 或者自然的野蜂來幫他弄 可是現在整個不管是野蜂 或一些所謂這種 那種瘦粉的這種蜂蜂已經慢慢減少 因為那邊真的是 欸很好笑 他去用那個 香蕉什麼那種甜 去吸引果蜜 然後靠果蜜到果園裡面去沾 去沾那些花粉來那個 然後更沒有辦法的是拿那個 自己設計那種 就用布綁成到布條這樣 然後就在這邊 在那邊打打打打打 用這個工作方式做 那就是說這些整個 因為氣候連帶讓這些所謂的 不管是細菌或昏蟲 或等等造成的這些消失 其實那個以後才是會對整個 那個農業系統造成很大的迫害 只是現在還沒辦法淹風出來 然後我要講個反例 所有的天氣災害都是不好的 其實就是我剛才一直講給講給你講 這是在日本北海道 其實日本北海道他每年 反正一定都會下雪 那他們會有暴雪 所以暴雪是什麼 就是那一年的雪下的突然後 暴雪 那可是問題 在那個地方只要那一年暴雪之後 隔壁就是大步驟 你雪的話是什麼 水 上天幫你的土地 放了一層厚厚的水在上面 你平常 你河流流 大概沿岸多少地方 可以灌溉的到 否則要靠你取稻去飲 是不是 你取稻飲的水 到我的田裡面來放 那是有限制的 你也不可能說我聽 然後 一場大雪下來 他得是幫所有的土地 去交了一次水 所以我要講這個災害文化 就是說有時候災害這個字面上的意義 災害文就是有害 可是不一定 有時候 那個災害反過來 他反而是 就像我們剛才講那個 那個氾濫 最有比尼羅爾的氾濫 尼羅爾以前農地是屬土的 神經一直大氾濫 氾濫之後 隔壁就大部分之後 因為他等於是把那個整個 上面肥沃的可以整個帶下來一件 然後台灣也有 台灣就是高平溪的那個大良的地方 那個農民說的 只要每年 只要每年 高平溪 那個水泛濫一次 隔年的达辣特別甜 對 因為一樣嘛 就是說 你所謂的泛濫就是上游 整個山游 就好像講 山上那些有養分的 不管什麼菌什麼這樣 他等於下來幫你 淹了一次的甜 然後你的水就更肥沃 那些比你吃的化學肥料 或者你自己在那邊繳的那些 所謂的那些養分 都還有沒有 可是 可是這東西其實 這東西有一個反例啦 你上游最好不要有公約區 我們像那個後勤溪那個 只要泛濫一次的話 那個農民就啊啊一覺 泛濫一次淹出來 不是肥料是 OK 好 這生態問題 大概是這個問題